大家好,又是我聲稱和大家,職人翠水 不看片頭,大家以為是新界的草 這叫做狗忌,這是本地新界的狗忌 情形綠色,狗忌苗是相當嫩的 今天看了這麼漂亮的狗忌苗 買些狗忌苗和大家聊一下水 這麼漂亮的狗忌苗,滾豬潤瘦肉就最棒了 這個也是一個很童年的家常湯水 以前老人家家人經常找這個湯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湯,怎樣做到呢? 有湯飲,有肉食,有狗忌苗食 這些狗忌苗,不是道道賣道的 價錢比一般的,會比較貴一點 它是很嫩的,亂之餘,大家也要看看有沒有刺 如果是老的,有很多這些刺 這些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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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來處理一些豬潤瘦肉 這些都是新鮮的豬潤 都是在肉檔裡,叫師傅說 要切20元 切20元來煮湯 這是最瘦的肉眼部分 回來後,怎樣改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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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刀 然後把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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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再切片子,用推刀的方式 準備兩碗濕溫水 隨即放入濕溫水浸泡 然後處理豬肝 我之前也做過豬肝麵,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加上滾湯,要不需要用東西拿去呢?不需要的 但我們也需要切比較厚 因為豬肝太薄就不好吃 差不多,一塊就可以了 我們切這些豬肝 如果砧板有點濕,就盡量不要太濕 盡量抹乾才切 因為如果砧板太濕或太油,肉一動很容易切到手 最後一塊就切一片 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都是一樣的 用一個拉刀的方式也可以 再拉出來,這塊就切了 這樣 隨即準備四片的薑片 用濕溫水浸泡這些新鮮肉 很多網友都說 你這樣做,會不會做到新鮮豬肉沒有豬肉味呢? 大家有沒有去過舊式的肉桌? 市政街市,沒有冷氣的肉桌 還沒去過三尺,你已經聞到一大股豬肉的酥味 如果新鮮豬肉這麼貴,我們買回來 不懂如何處理豬肉的酥味 那你哪裡能吃到豬肉的新鮮味呢? 那我還有一件事跟大家說 滾湯,你一入口,一有豬肉的酥味 你一口湯,你放多少材料都不想喝 那你浪費了嘛 肉片浸泡,呈現淡紅色的酥味 那些豬肉的酥味也是一樣的 那些豬肉厚切,切完後還要刷一刷它 然後過去兩三次水,洗乾淨它 那些豬肉,我們一定要洗四五次 我現在洗到第四次了 所以我每一次洗,都是這樣刷它 刷的目的,都是讓它那些... 血水呢? 然後洗乾淨它,然後洗乾淨它 然後我們再放水,我們再拿 大家都看到,現在洗到第六次 豬肉表面的那些,那些纖維都可以脹脹的 現在我們在中間讓它焦去,然後洗乾淨它 輪到那些肉片也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把水倒進去 然後我們再放水進去 刷它 刷它兩三次 務求讓豬肉的酥味都刷出來 那豬肉瘦肉,必定要去乾淨水 還要輕輕擦一擦到它乾身 那豬肉也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把它倒進去 現在我們把它倒進去 也要放一點底味,醃一醃 鹽,每邊加四份一個茶匙 生抽一個茶匙 再放一點蠔油,每邊都是一個茶匙 加適量的胡椒粉,加一匹豬肉的酥味 每邊加一茶匙的紹興酒 加酒的目的都是和一下豬肉的酥味 再加一茶匙的生粉 再加一茶匙 一茶半茶匙 每邊加一茶匙的砂糖 讓它整體的味道和一點 然後輕輕擦一擦 每邊擦三十秒 豬肉可以擦久一點 但豬肉不用擦太久了 拿到豬肉有點黏手就OK了 那些豬肉輕輕擦均勻就OK了 因為豬肉越拿去越飆水 把所有味道混淨就OK了 現在放回冰箱 九幾天浸泡一半小時後 然後把它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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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繼續浸一浸去頭裡 做這些蔬菜我們一定要浸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們要拿一些比較粗的 先跟大家說一下 看看哪條有刺 有刺的呢 我們先把它把它放進去 這些幼的,這些也沒有刺 這些也沒有刺 這些也沒有 可能只有一條有刺 這些也沒有 這些也有刺,但是很軟的 這些也沒有 這些也沒有 選了這條有刺出來 我們真的要小心處理 我們就不要心急了 這些真的要慢慢撕 不要刺傷手 不要刺傷手 我們要處理這些 就要用一點耐性 始終在廚房處理食材 以不要受傷為原則 這些狗忌 絕對是我小時候吃的狗忌 那些是品種來的 現在 有一些很淺色的 那些我很少買 這隻狗忌 我每次看到,我都會買來吃 用來煮湯就相當正 那就可以了 其他這些 需要這樣嗎? 當我們檢查到 沒有一次 我們這樣 一次 兩次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 頭這些都可以 一開二 這條也是很粗的 剛才也看過 它沒什麼刺 但在底下 這些呢 我們就這樣 都把它割出來 這樣 看到嗎? 通常看我星星都說悶了 我又做個快鏡頭給大家看看 現在這就是快鏡頭 快到怎樣? 快到這樣 快鏡頭 很快的聲音 大家會不會覺得沒那麼悶? 這就是快的 那些狗忌的東西我們繼續浸去 那些狗忌的東西呢? 不要把它放進去 我們把它剪到小小 有用的 那些狗忌的東西我們繼續浸去 那些狗忌的東西 我們也是用一個刺激的方式 我們也是用一個刺激的方式 把那些髒的東西沉底 大家也看到了 那些狗忌的東西已經浸了半小時 現在撕出來再洗 洗第一轉還是那麼髒 我們現在再洗一次 狗忌的狗忌洗乾淨 瀝乾水 那些狗忌我們也是一樣 薑片出場 現在再進下一步 我們先用火 煮點水 那這裡三個人的份量 一個大湯碗 差不多約兩公升 我們要多預算 因為怎樣? 我們還要沸騰 做狗忌湯的黃度就是 我們要先沸騰狗忌 我們放一些狗忌 然後再放三塊薑片 另一塊薑片放在豬忌 我們先沸騰十分鐘 這個時候 我們拿兩隻雞蛋出來 有什麼作用 大家繼續看下去就知道 要不需要手打四百次呢? 不用了 我們打四五次就可以了 我們輕輕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滾了十分鐘 現在我們拿齊所有食材出來 做狗忌湯的竅門就是 我們用了一些狗忌湯 先沸騰至出味 那為什麼媽媽做這個湯 做得這麼好吃呢? 那就是這裡 那現在 我當然要繼續把它進化了 這些都撕起了 我們就不要了 這樣 現在就把湯滾起 那時候 我們把湯滾起 那現在 再把湯滾起 那些湯滾起 那現在就把湯滾起 那所以我們把湯滾起 我們把湯滾起 煮熟5分鐘,要煮熟豬潤 煮熟後,有少許普適出,就不理 豬肉有不好的味道,我們輕輕撇走 煮熟5分鐘,就看看豬潤 煮熟了,代表兩隻都熟熟了 我們先把它煮熟 完成了一個菜,放在旁邊備用 這個時候,狗忌葉出財 我們放下去,很快的狗忌葉 基本上一煮熟就差不多 一見它煮熟,一煮熟,一煮熟,就把它煮熟 狗忌葉不要煮熟,一煮熟就不好吃 現在把它煮熟 把80%的狗忌葉煮熟後,關火 關火後,只剩下少量的 這段時間,我們把蛋花放進去 一把蛋花放進去,整個都不一樣 為何要一湯三次吃呢 就是這樣 湯就在這裡 至於鹹度,就因應自己 淋飲之前,就加上少量鹽 我以前在外面做的,也是夏天的私房菜 還會加上幾顆粒子 很多人喝的,當然買到很漂亮的狗忌 豬忍,放一點蔥油、豉油 狗忌葉,放一點蠔油 調味,再喝湯 一湯三次吃 不要說一加兩口,一加三口也夠吃 做這個菜,主要是 步驟,肉類和狗忌,處理得好 還有,狗忌湯是很有益的 特別是雙眼 這個湯水,我猩猩就誠意推介給大家 喜歡吃狗忌的網友,給我個讚 喜歡吃豬潤瘦肉的網友,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喝湯的話,當然加入Facebook 《職人水水》群組,繼續推薦 那我就先喝湯吃飯,謝謝收看 下一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